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七輪賽事就正式開始了 今天的辯題是 現今香港中學對學生實施發禁不合時宜 對賽雙方、正方、孫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 反方、匯之中學 正方的主辯是焦貝欣同學 一副是黃卓潮同學 二副是林子欣同學 結辯是胡凱欣同學 反方主辯邱樂盈同學 一副是郭玉露同學 二副是陳卓盈同學 最後結辯是陳啞晴同學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來幫忙評分 首先是 主席 主席 好 我們的台下叫陳啞晴 我在劫面,我是陳怡晴 好 好 可能你們老師提高錯了 陳怡晴同學 好 謝謝 好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依回評判名單的次序 第一位 喇沙書院中文辯論隊前副隊長陳陶善先生 大家好 加密拍語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黃文傑老師 最後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辯論隊隊員陳慶澤先生 好 謝謝大家 簡單說一下賽制是4334 中間我們會有台上發問的一個環節 是向對方主辯提問的 之後也會有台下發問兩題 基本發言時間是4334 每次發言結束前的30秒會有叮一響提示 我會盡量有人肉叮 但原來人肉的叮聲有時都會出口 所以我都會有螢幕顯示的一致 去到兩丁的時候會叮叮兩響 也是有這個粉紅色卡有個二字的 大家必須自行留意 萬一你看不清楚那些我們都不接受 我們照隔 上一場都有同學超時是會被扣分的 就是這樣 其他賽規應該大家都進行了六輪 那有沒有特別查詢?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比賽正式開始 我們首先邀請正方的主辯 你有4分鐘時間 大聲一點點 因為始終課實可能有些回音 你再走前一步再托高一點點 剛才是鏡頭 就是鏡頭 是 好非常清楚 現在非常清楚 好準備好可以開始 主持 主席 評關注各位大家好 現今社會 普羅大眾對不同事物的包容度 都提高了很多 愈來愈得認同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起扣 不同的覺醒 因此 十年中學成了很多年的所謂法金 最近也受到挑戰 在今年7月19日 東華三院 黃花藍中學的中暗學生劉澤俊 向評級會投訴學校 逼他減發 否則是備的缺點甚至停學 而結果評級會不受理 隔入調停 而處理今天的變題 首先要釐清何為法感 法禁指的是 校方對學生發營定立的限制 便以懲罰和強制方式 適時學生遵守 而這些限制 一般不斷阻止 電法、研發 而教育學校都不允許頭髮光明 要同學頭髮太長要窄邊 和同學頭髮不能過後頸 髮及顏色要深色等等 要留意學校是教育的地方 如果教育頭髮整齊清潔 學屬得體等等 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特色 就要施易處罰 而我方則和法更不合時的原因 第一 學校教導人不應該以貌取人 法禁就正正違法追蹤教導 是否電了法就是壞學生 還是電了法會沒有心機讀書 因為是電法人品差過值法的人 教育局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立法禁 所有的法禁都是由學校制定的 而事實上 社會有沒有限制法型呢? 沒有 我們在家上也看到不同顏色和長對法型 學校自己加禁制 可能是基於傳統 但背後有什麼教育作用呢? 是沒有的 有一個學生要整齊 要撲鬆 但他染不染髮 頭不頭髮長長 跟他整齊是完全無關的 學校做法則會帶頭以貌取人 明顯是這個床 再舉個例子 第一 天水為巡導為你中的黃同學 去年被訓導主任說他的頭髮過長 必須要剪短 他拒絕了之後 就被迫在醫療室上網課 小小期間 他就不能夠搭出醫療室接觸同學 怎樣頭髮長 就比他有品差 不准他跟同學相處之餘 有什麼適合他的權利呢? 而正當 社會學生都沒有人這樣教育的時候 學校就特地想過這樣的規矩 很明顯就是多此一舉 違反社會常態 而第二 今日社會鼓勵青少年獨立思考 不是人云亦云 法禁與這個理念配道而似 其實頭髮啡了一點 搶刀光明一點 連續造成什麼呢? 我們看到香港的部分國際校 都是沒有法禁 但他們依然運作良好 究竟問題豪宅? 其實青少年 已經有判斷是非黑白的能力 是不是沒有法禁 就要立刻研讀蠻綠色 他們會思考不同人怎麼看 知道太過分反而會被同學燒 因此自己剝削一條合適的界線呢? 這樣不是讓學校 強制定出一條不知怎麽來的界線 更符合社會對青少年的期望 而良省得中國校長在神經站穩 老師如何鋪斷學生的經歷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的成長 我們應該要教導 鼓勵 容許他在不同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去嘗試 並且設出一些奇怪的規定 去看清楚 強迫國師適合今時今日社會的做法呢? 而第三 現今社會重視性別平等 注重其他人的觀點和取向 而在21世紀 大家都認同男女的平等 甚至越來越多人願意尊重不同的選擇和取向時 在中學的花金 就一定程度上違反了這種觀念 不但強化了女生的長頭髮 男生要短頭髮的這些性別定型 甚至限制了黨派自由選擇 而法金普雙已帶來一種 由老師或領袖身 單單一個人片面地決定 就有權限制自由的做法 事實上 每個人有不同的喜好 只要不特別影響其他人的話 今時今日社會都是應該要尊重的 就看回林同學的例子 他後晚有輕微的性別焦慮 留下長頭髮 為了他的身份認不上 有安全感 又不會影響其他同學 又不會影響學制成績 那學校為何會尊重他呢? 最後新聞行有科同學 你能否尊重他? 叮叮 後天驗聲 天生的算不算是違規? 多謝各位 好 4分06秒 接下來輪到反方主變 你也是有4分鐘時間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好 現在準備好 好 鏡頭 因為歪了 可以 好 準備好 現在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助作、各位 大家好 要衡量法禁 是不是不合時宜 我們先要搞清楚幾件事 第一 什麼情況下 一件事才會被評為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 這個詞語是出自看書 是出了愛帝紀 當時方氏夏河良子 漢朝國運中稅 但只要改年號 就可以扭轉國運 但漢愛帝是改完年號之後 發現根本毫無用處 所以才改年號 為經背骨不合時宜 並將下河良殺死 由出處可見 是否不合時宜 和一件事的身高是無關 要看的除了是否符合形勢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件事 是不是發揮到一定的功能 因此 由方要正立變題 別線證明 入中學實施法級 是發揮不到功能 甚至危害中學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變題才可以成立 不過剛才由方未能做到這點 此外 我方亦必須表明 雖然變題的出現 和近期一位學生 反應發揮的問題 而向評機會投訴的時候 有一定關係 但發揮的意思 並不只是管制男女同學 頭髮的長短 對髮型、髮色的管制 倒是發揮的範圍 除非由方論證 都一切對頭髮相關的管制 倒是不合時宜 否則發揮對中學來說 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工具 並非不合時宜 我方今日反對變題 寄予以下兩點 第一 對中學而言 發揮是仍然有一定的功能存在 大家要明白 中學聚集的是幾百至上千名的學生 有不同年級的學生 各人的情況 老師及家長 附近居民 仍然可能對那些學生都非常熟悉 所以頭髮仍然是一個有功能的介入點 例如當學生的髮型展到很奇怪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原因呢? 透過老師與同學討論他的髮型問題的時候 其實可能反映了其他問題 例如學生和家庭之間的關係可能不好 要用怪異的髮型表達不滿 當有髮共規則的時候 老師就能夠以此為介入點 以後盡快識別出同學的問題 而助出更進 這一點對於新入學 不是太長時間的同學是特別有效的 而另一方面 學生的頭髮並不太過於標其立異 亦可以有助他自己BG的學校 建立較為正面的形象 正如浸屋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黃俊華曾經指出 學生而用的標其立 亦反映的是 學生是否自律 以後老師是否有效指導 學生遵從規則 留意可見 外界人士並不是每天對著 學生的家長和老師 他們只能夠用學生的應用 來去評估學生的形象 甚至是老師有沒有做好他們的教育工作 所以法禁的實施程度 手法絕對有討論的空間 但以上例子也反映 他在學校的場景 以後社會上始終仍然有一定的功能 並不算不合事業 我方反對變題 第二個理由是 法禁以後對其他學生形容上的限制 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柳方同我們都是學生 相信都明白 除了法禁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例如要穿下服 而不是我們相信什麼 就可以上學 甚至連上體育課 運動鞋本色和顏色 都有規限 學校也在 這上的限制 其實都是為了令甚至未成熟 財政是利益未建立起來的中學生 太容易受潮流 廣告宣傳不及貧貴的影響 表面上好像好像有 實際上只是成為了另一些勢力的奴隸 基於上述角點 變題未應被推翻 謝謝各位 3分53秒 好,接下來輪到台上發問的環節 首先是正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的主便提問 之後就反轉了 每人的發言、準備和回答的時間都是一分鐘 每個一分鐘前的十五秒我都會有丁一行提示的 好,如果沒有特別問題的話 首先有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試咪,試咪,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主席評估,各位大家好 今天友方主便就說他要靠儀容去判斷一個學生 正如友方主便所提出的例子 有同學因為髮型不合規格而被混入醫療室三個月 但是連不尊重老師講錯誤的學生都不會有被混入醫療室這麼嚴重的處罰 那我和你今天是否認為外形比品行更加重要呢?多謝 好,一分鐘準備 出發 好,准备时间击速,请会知的同学派出主便,他一定要主便回答。 主席、评判作作,各位大家好,我相信右方在街上都会先看他的外表,不会看他的内涵,你不会突然去拍你旁边的人说,他会跟你说粗口,你不会的,你都会先看他的外表,如果他说粗口的话,其实他又没有品行, 其实你已经上到中学了,你小学的时候都会学到有品行,那其实会不会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呢,那外表问题和品行,你又不能拉来说的,有方同学,谢谢。 好,接着来轮到反方自由派出便员向正方的主便提问。 反方会知的同学,自由派出一位便员向正方主便提问。 好,那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今天由方讨论法今是否不合时宜的时候, 好倾向将一般社会里面等同于学校这个社群, 亦倾向将成人世界等同于青少年学生的世界, 如果这样就是所谓的事宜, 那成人世界一切都是由人自己去负责, 是不是学校这个社群都要同样跟随呢? 一切事情都由学生自己负责, 一切学校的校规守则全部都是不合时宜, 需要去取消呢? 请有方正面回答,多谢。 好,一分钟准备。 donde,我们现在还有你感觉? 每个人都没有意见和内容。 好的。 有点点点。 好,一分钟准备了, 我可以解释话。 哦,一分钟准备了。 好,一分钟准备了。 请正方主币回答 请正方主币回答 好,清楚的 现在可以开始 先多谢有光童的提问 刚才有光童的提问 有光童的提问是否全部的规则都要被取消 当然不是,有光童的提问 但是要一个绝对的标准之下 要影响到其他人的话 例如你说了口话打人 这些就要被惩罚 但是现在法禁,法禁是什么? 我点了一个发型,我一个不同的长度 法式之余,我又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被这个 法禁所规限呢? 而再就是,我明明 我只是点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发型 有一个自己自由的选择 又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情况下 又被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 可以发展的时候 而法禁就是抹杀了我一个这样的自由选择的空间 而再者,不单止是现今的法禁 它就是令到现在教育的趋势 就是可以令学生可以自由的一个空间去探索 去发掘 而法禁就是可以抹杀了他们所有的东西 就完全跟现今的社会教育 真的是完全无关 谢谢各位 好,刚刚没有一分钟 好,接下来回到一副的环节 首先都是正方的一副同学 你会有三分钟时间 去到两分半钟 会有叮一响提示 三分钟就会叮叮两响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听得清楚的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评观再组 各位大家好 刚刚某方就问某方 是不是爱言比品行重要 某方都承认了 原来他们真的只是看了爱表 还要说爱比和品行 根本就不能拉来说 因为我不会突然去问旁边那条人 你品行是怎样 所以某方同学 以貌取人就是不合时宜 要衡量今天变题 首先就要釐清不合时宜的定义 即是不合乎社会需求 或者同时代的风力不相容 但听完某方今天的开辩 其实他们是忽视了三个问题 第一 就是法禁存在于现今社会的问题 某方同学和我们说 不是只是看他的身旧 而是看他的发文发挥到功能 但学校的角色 就是为了学生将来播入社会而铺路 现在反而是透过一些硬色的规调 去尝试搜导出所谓的学生的形状 就说是帮他们去适应社会的秩序 但其实社会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 或者分析 反而是需要一些多元化的人才 而学校是属于一些明显不合乎常理的法禁 一旦遇到学生反驳或者挑战 学校和老师就会用传统、整齐、朴素 去塞着学生的口 用处法逼他们妥协 而不是去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辅导 好像东京因为近几年 因为被国民大力批评 认为已经太过时搜救 所以在4月1号都贵除了相关的法禁规定 明明香港社会 甚至世界各地都提倡 不要以貌取入 但学校好像就说到 掩发制画学生 头发过眉就读不到书 就像工厂那样 将学生变成一个个堵墓的公仔 不是有为学校培养 学生自主思考的本质吗 第二 就是发金存在于现今 在青春人身心发展的影响 两方经文和我们说 原来他们掩出头发 有不同的发炎 就会损害到学校的声誉 因为要有好的发炎才有正面的影响 以学校的教育水平而 都不会透过学生的发炎看得出 它是透过言行举止 学校去教学生不应该以貌取人 但就认为他们的代表会影响到学校声誉 和智商矛盾 这些标签更加会伤害到学生 所以学校应该去支持他们 帮他们挡起反对声音 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去让他们成长 但现在就是针对他们的发炎实施限制 和惩罚他们 而头发和校服不同 每天分学着校服可能不超过10个小时 就以美国为例 部份的公立中小学是用于预防暴力进入校园 才规定学生要穿制服回学校 大学生下堂之后都可以自由穿着 所以都没有造成实质的侵害 同时穿着制服已经可以彰显到团体的认同 但发型24小时都没有改变相片 等多6年 6年做了大学生就没有发禁 头发不可能一放学就衣服 发禁 所以就是将特定的发色制度强加于学生身上 根本不合适 最后有方同学不是了一堆性别焦虑的人士 学校的角色是应该积极推动人权教育 生命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 反观香港的性和性别教育不合时宜 而用规御本身是建基于社会上固有的性别形象 就好像说女生应该要留长老发 男生留短老发才有型 再透过入国的机制作 一定去巩固这些社会上封建的性别定型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头发过眉的话 是否剃了条眉就可以留过了 下一拍多谢 好 接下来是轮到反方第一副面 好 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咦 余地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 法官没有对应很多弹性的需要 但是有方提出的其量 只是证明法官的标准是有讨论的空间 不代表不合时宜 或者所有校规都有所修改和放风的空间 是否校规都是不合时宜 如果出现一些情况 例如性别应同上的问题 以及南静要留长头发 可以和学校家长同学一起讨论 学校就会因他们的情况来 缺满是没有问题 正如我们的学校都会缺满一些 不代表我们学校都没有发禁 有方同学并未向大家提出 中学里面有不同阶段的学生 发禁是否由中一至中六的学生 都没有任何功能 又是否每一个年级的学生都已经清楚明白 以及已经有能力决定适合自己的发型 发色而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发禁就仍然有他存在的需要 而且根据美国认知心理 科家寇革谱的道德法言理论 一个青少人 要明白到种种道德规条的意义 是要经过三个层次 他们必须涉及而想去学习社会上种种的规范 第一个层次里面 青少年还未发展出情绪的判断能力 只能单纯遵守规条 去到第二个层次 他们仍然会有种种的行为 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要长期受种种的规条 包括发禁的约束 能处于错综甚至高中阶段的中学生 他们对种种规范的意义 以及如何将这些意义的内发和选择能力 都还未发展得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是用心理后的观点 逐步逐步用法禁以着其他的规条 以作教育和训练 先让他们知道 不同人士对学生营造的要求 背后的原因 慢慢到他们成熟 即使真正地选择的时候 再走到社会 真正地运用他们的自由呢? 其实就算今次是评机会 有关法的真意 当时人针对的 都是对男女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她想留长头发 但因为她是男性而不得要领 因此随一万步 今次的事件 都只可以发映出实施法的尺度 以及质行的手法 有所收法的空间 而不是本身实施法的 真意的不合时宜 其实不合时宜的词语 本身并没有只在一件事 人家变而你不变 就是不合时宜 正如这个词语的出处 违经每股不合时宜 违经在无必要的情况下 新的年号 但又毫无用处 因此才是不合时宜 今天学校都一样 新的未必一定好 保守的也未必一定坏 更不代表是不合时宜 多谢各位 好 2分46秒超线 接着来是轮到正方第二副件 请问听听听不清楚 好清楚的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咦 主席评判 各位各位大家好 有方刚刚一副已经退了立场 他们主编出来说 所有的法案都是合时的 但他刚刚出来说 有些法案可能是不合时的 但有方一副刚刚问 你是否剃了一条鼻子 头发就可以留到下排 有方都不敢回应我们 因为他们知道 现时法案的标准就是很不清晰 有些老师可能觉得 你贴了一条鼻子就是过了一条 有些可能就觉得不是 法型合乏规格 根本就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 没有绝对合同错 因此法禁在执行上面存在问题 请可否和论证 有方和我今天只想以法禁去限制我们的移用 所以我们要问两条问题 第一 今天法禁是否一个必须的呢 在原则上面 有方和我他就说以法禁去限制移用 但这件事其实不需要法禁可以做到 有方今天的诺书很简单 就是觉得一假除法禁 学生就会完全放飞至我 我不洗头 我不去打理发炎 我是染到七彩的颜色感 但事实不是这样 保持整体是作为学生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即使有无法禁 学生也是要做到这件事 还是有方你今天觉得 演发电发是一个不整体的表现 这些事情你在几十年前说 或者可能都会有人认同 但是在现今社会 演发是一件极度平成的事 因此你以法然去判断一个人 正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 有方今天又说 我们不能用社会的标准 套论到中学那里去衡量中学生 反问有方跟我说 难道你学校一毕业 你现在18岁 你按键就立刻可以具有判断能力 立刻可以适应到社会的所有东西 不是的 可能我们今天只是不断地去否定中学生 今天我方才是真正为青少年着想 我方这边也有提到尊重的问题 而今天香港是一个很多元化社会 但是学校的法感言 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标准去规判发型 例如有方说 男生一定要短头发 我们一定要是黑色的头发 才是一个朴素的形象 甚至现时社会还有人有这种传统的概念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在学校这样被人去教育 你今天听了这么久 都是听不到 有方究竟想透过法感去教育学生些什么 难道你想教学生研发是错的 但其实他不是错的 因为社会上极多人研发 你想教他们 我们要获素 但是有方同学以前就说 获素是一个学生的精准 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有个人的特色才是社会的趋势 所以有方同学你透过法感 究竟想教学生什么价值观 反而你今天是强制执行法感 因为头发而去处罚学生 会不会是违反了教育的本意 所以来到第二条问题 就是凭上法感是否够清晰够合理 有方今天要我们论证每个的法感都不合时 我方已经论证了研发电法 是不会影响到你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 有方今天认为现今的法感是没问题的 但我们看到现今的法感对头发的长度 的介绍是很模糊的 尤其他人去看你的发型 我觉得是很主攻的看法 可能我觉得你留到这里就够规矩 这里有些人觉得不够规矩 所以今天某一个绝对的标准 今天会引起很多争拗 有方同学你如何确保 每个检查发型的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呢? 否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些不公平 会不会有些针对性呢? 今天有方是说到学校管学生理所多言 这方面我们也不会否定 但是问题是有方忽略了法感保身 是包含了处罚 有方时常有据出例子 也同说因为法型不合规矩而被要求 当场剪头发 甚至不让他上学 这些罚业就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 所以有方同学 在可以教好学生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用处罚的形式去教他们呢? 谢谢各位 好,3分09秒 接下来是反方第二副面 主席我想问有方同学和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的 好,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再有个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的观点就是说 觉得学校应该给学生自由之后 订好自己的营长 他带不到价值观给学生 但是我现在正在说 连老师教学生 在什么场合 要用什么装扮都不应该 那难道他去婚礼的时候 披着头发刚刚睡醒 穿着睡衣去婚礼吗? 那去见客去见工 去面试的时候 如果人家会怎样想呢? 而且有一位同学 刚才一顾就说 长转是没有影响的 不会有影响的 我举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长发公主 那这些头发长到这样 是不是全世界的人 都在关围要用 好像长发公主 把自己的头发放在地上 把自己的头发放在地上 或者把自己的头发被人爬 被人无意地踩踏的时候 是不是又跟整叠无关呢? 那相信有方同学 都应该要承认 这是长点的事情 那长发公主的头发真的是长的 今天有方一直都没有清楚地和大家论证 不论对于什么联合的学生 而验发这么多不合事 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功能 没错 表面上一个人的发型 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应该是个人的自由 而且社会上也没有法律去限制一个人的发影 因此表面上看来中学好像没有什么限制的理由 但这种看法是否副略了中学生 虽然是比小学生年长 但二是未去到成年人的阶段 是否应该完全套用成年人的世界标准呢? 这方面值得懷疑了 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尼尔德曾经派过 自由观念含书并不包括疑统 以及未得法定年龄的年轻人 因为社会依然对他们是要有责任 要保护他们面手各种的伤害 既然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就很难只是套用自由的价值和标准 至于这个社会有什么需要保护年轻人 而且又和法定有关的呢? 中大社会学系孤教授郑韦庭就指出 我们现在身处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 这个社会就是要反传统、反理性、反秩序、多元化的政策 所以当他们法定完全不存在的时候 并不代表中学生真正可以循心所欲 反而他们要面对不同的挑战 比平时要面对的挑战更加多 例如当他们的发型太过于得读 例如染到那头红绿灯的上学 收到敲哀的人士悲意 收到同学的不解同为嘲笑 当中造成的心理压力 是不是中学生需要承受的呢? 还有可不可以承受呢? 中学生的辩委的论证 其实都是没有真正贴地解决过 这些可以在学校真正出现的问题 或者当学生没有学校的法禁限制 但只可以跟随潮流 或者蓬佩的其他区留某些的法认 当你觉得他留下传统的法认 就是被蓬佩视为不合分 甚至当其中一个被孤立被欺凌的原因的时候 有方又有想过这些可能性呢? 不要忘记我方引用的权威指出 现在在后现代的社会就是要反传统 当时留的是一般 追不上潮流的发言 被其他蓬佩认为落后可以想让的事 有一定的发禁发言是因时突然非不合适 多谢 好,3分10秒 接着来轮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相方各有两次机会 首先会由正方向反方提问 发问、准备和回答都是各有一分钟 每个一分钟前 结束前的10秒也会有丁一向提示 好,如果没有特别问题 我们现在首先有请正方台下 请问我能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的 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老师的各位,大家好 我可能提及到 老师要以余容去评估学生 说发型可以反映到学生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发禁之下 学生是不能够因证自己而作出选择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老师又要怎样了解或者看出 发型全部同一学生当中的问题呢 多谢 好,一分钟准备 感谢 好,请反方快出代表 主席可以了 大声一点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试一下,请问有分同学和音乐听得清楚 对了,现在就非常清楚了 好,那你可以开始回答 再约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分同学就说它过眉 你说剃了一条眉 好吧,剃了一条眉 你的眉是不是不存在 你不是伤整条眉拿走了 你的眉都是存在 眼不见为干净 你也是,你引用 有分同学,你刚才说过眉 对了,过眉 如果你不知弄到自己在哪里的话 如果你的眼睛迟一点 不健康 他看不到东西的话 是不是因为老师没有提 到时你跟我说 因为老师没有提他 没有提他剪头发 没有提他过眉 所以他的眼睛有问题 不是的 所以过眉 我觉得处理是很正常的 还有剃了一条眉头发去上学 你确定有分同学 你真的会有精神去听老师说的 学校是让你学习的 不是让你睡觉的 你刚刚睡醒来上学 剃了一条眉头发 你刚刚睡醒来在学校睡觉 那你不回答 好,够钟请停止发言 好,接着下来是轮到 反方台下第一次发问 请问听听到 好,非常清楚的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只是 在学生意欲哪个持分者的角度 去看学校这个社群 而是无视了其他持分者 我们先不要讨论 是不是大部分学生 都必然觉得法禁 所以对于学生形象的限制 都不是合理 作为有方的校方和老师 他们是不是有责任 是保护儿童不承受不必要的压力 但学生可能未必考虑清楚自己的 法式、法议 可能招致到社会人士 而家长给的压力和非议 可能因为重众而被迫跟随小流 有个同学是否觉得 保护他们免受这些压力 并非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呢 请有方正愿回答 好,一分钟准备 谢谢 blessed volunteered 셋 的 其中 感谢观看 好,够钟请正方代表回答 试咪、试咪,请问听听清楚吗 好,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首先多谢方课的问题 有方說作為下方老師我們是要教好學生 我方是從來都沒有否定過老師和學校要教好學生 我們都說我們要教育學生去打理好自己的頭髮 但有方今天是什麼?今天是佛 佛禁的禁念就是佛 如果你在佛禁裡面沒有辦法處佛的話 你才是一個法型建議 因此有方在知道學生被人刺到眼很痛的時候 你還要去罰他們 那是不是有問題? 有方又舉出一些很誇張的例子 說頭髮流到下面然後被人踩 有方也知道這是很極端的例子 你說我們社會一定要保護好這些學生 那你今天是不是全部對學生有害的東西 就是什麼? 麻麻糬還是什麼? 你都要禁止它不讓他們去做呢? 然後作為下方老師 我就舉出了一些例子 如果他們真的留一些很誇張的發言被人笑 你覺得中學生他真的還沒有判斷能力 他判斷適合自己的發言嗎? 你就讓他們嘗試 你嘗試完之後他真的被人笑 或者他覺得真的很不適合我 那他們就不會去改 頭髮刺到眼睛他們自己都不會剪斷 為什麼有方你今天要一個處佛的形式 因為他刺到眼睛之後又要罰他 有方其實是論證不到過 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是教學校的 他關心他們 而不是用處佛的形式去學校的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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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兩雙方都是想教育學生 只不過我們的分歧就在於對於教育的方法 我方就認為不應該為學生設立架鎖 應該是透過副代形式 告訴他們一件事的好和不好 讓他們可以獨立自主思考自行判斷對創 但有方就用一個這麼低懲罰的形式 去限制學生對於自己髮型發色的選擇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見到不少一些學生 一出來中學的階段 已經立刻剪了一些 右方向中所說的標期大面的髮型 那其實這樣是不是就是 右方所說的壞學生 做不到你們想灌輸他們的價值觀 做不到你們想他們有一個好的現象呢 多謝各位 好 一分鐘準備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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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以前香港的中學超過400間 對於發禁的鬆緊程度亦都不一 其實對學生言言已經有很充足的選擇 在這個情況下,為何有方不可尊重每一間學校的不同文化 尊重教育工作者利用學生形態作為一種教育工具 而是要將所有學校不同程度的發禁而指數不合時宜 有方這種一刀切的說法是否就是所謂的多元化? 請有方正念回答 好,一分鐘發光了 謝謝 呢 red 谢谢大家 好,够钟,请正方派出幕后回答 请问听清不清楚 好,清楚的,那你可以开始 首先要多谢有方同学的发问 有方同学今天和我们说我们要尊重学校的文化 为什么有方同学不可以专用学生自由组织发言的权利呢 他们和我们说我们是一刀切去斩判了学校去规管学生的权利 但有方同学反而是一刀切去禁止学生选择任何发言的权利 中学生正值这个身心的发展阶段 可能甚至真的未必完全成熟 但到了原因的世代他们都有基本要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到这样 标其立而,就算他们标其立而 学校和老师都是应该针对他们的服装而用去进行辅导 但有可能就忽视了发感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们会导他们做处罚 学生应该有真理的自主权 但就好像葵冲中到中学一个中心的学生 在开学日竟然被发导主任华的头发播出 所以立即帮他剪了头发 令到他情绪低落被同学叉笑 正因为他自己喜欢的发型是不应该被学校说到这么离天大罪 要被攻击甚至是处分 多谢各位 好,接下来就轮到一分钟时间 给双方的洁面去做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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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根据发言次序,我们首先请反方欠编 你是有4分钟时间,发言结束前30秒,我会有叮一项提示 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测,各位大家好 好,辩论已经来到尾声的欠编环节 其实众观全场,有方同学就觉得 暗方就是重视,外表就是不重视 但首先,其实我想问有方同学 当你看鬼片的时候,你见到里面那只鬼,你会觉得害怕 为什么?因为有方同学,你见到那只鬼的犹罪很恐怖 所以你就会觉得害怕 但其实说一句,那只鬼也是人类 按照有方同学你今天的逻辑思想 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其实有方同学你都已经是以貌取人了 那有方同学就有什么资格去认为?当社会上的不同人 见到学生演发见发 为什么我头像撞外家在或者忘了我那时候不会受人歧视呢? 其实总括而言,今天有方同学就分类了很多东西 有方同学今天就集中讨论学生这一种持分者 但就分类了学校其实就不单止只有学生 老师是一种持分者,家长是一种持分者 当关于社区的时候,其他社区人士都是一样 都是当中持分者 他们所关注的,他们的需要和要达成的任务 有方同学今天统统都不立即考虑 都只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当然是会认为法根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是不合适宜 因为没有人想被规则广掌 每一个人都想全心所欲 学生都不会例外 但正如刚才所说 学校不是只有学生,是一种持分者 对于老师而言 当他们明知道学生可能因为营罪上面的问题 而受到其他外界人士的卑矣 明知道发色、发型、甚至头发的长短 都可能会受到潮流以至疼贵的压力 老师是有责任,保护他们在学期间不受这些压力的影响 但当然完全放弃法根了 老师就已经没了理由去加入了 那方面的问题也只能由学生自己承受 我们今天讲的不合时宜 难道校方和老师都不需要为这方面的负责 就是今天所说的时宜吗 另一方面,有方同学其实就忽略了学校和社会的分别 没错,学校是社会的属影 但是就不代表学校每一样东西都需要 以及应该跟外面的社会的关系 所以这样就关注了 主要是青年人和学校里面 他们对自己的形象仍然是探索当中 一种完全废除限制 是否代表他们有能力正确地行使 因此带来的因素自由呢 或者是其实跟随了社会的其他形象 最后千人一面,又是否好事有方同学 透过学校的场景 才让他们知道和遵守 交为保守的限制 并了解背后的原因 了解各种有所影响的因素 最后才真正独立地建立自己的形象 学校在当中的过程用法金来做其中一个工具 庞罪之有呢 有方那种不断向前的精神 不是错,当学校作为学生学习一切 一切规限基础的场景 保守一点 在社会的红楼之前 记得一点杀戏的空间 有没有好像有方同学这样说到 这么不合成理,这么不合时宜 还是有没有你只是把一般社会环境的事宜 完全等同于学校的事宜 如果是这样 学校所有和社会不同的东西 所有在社会不同的法律 和到复限制的东西 是否全部都不合时宜 其实很多时候 发动的标准可能有改变的需要 我们可以透过校方 家长、同学和各种时分者一起调商改变 就像现在凭机会等待调停的案件一样 但因为性别认同而有需要的时候 开放头发的长度 令到男学生都可以留长头发 是可以透过各种时分者一起去谈 达至大家都接受的程度 执行的时候仍不需要采用高压的手段 但因为有问题有剿线的风交 空间就将原本仍然有的功能都全部放弃了 通过一句西方的言语 就好像倒冲凌箱的时候 面盘里面的婴儿都一起倒冲出去 那会不会才是真正的不合时宜呢 多谢 好 三分四十六秒 好 跟着又请今天最后一位发言的同学 正方杰铁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小小回音可能走前多一步可能多点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 现在够大声了 好 谢谢 准备好 可以开始 主席 评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比赛来到尾声 相信大家都有点暖 不妨我们换一个方法去继续今天的面题 大家想像一下有一个辩元燃着啡色头发 一位就保持着黑色头发 那我们对于这两个辩元的评价 是应该基于他们的发言颜色有所不同 还是看他们本身的辩论能力呢 难道染发者就代表他不整洁 就是坏学生坏变缘什么 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不可以用外貌来判另一个人的品行和难力 就好像辩论应该看内容 不是看外形 看人 应该看内限 不是看发言 但是这次上我们不断重复 头发 发型 染发 其实我们最应该讨论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发禁的本质是什么 发禁的本质是对于学生继续规管 但现在的发禁是要惩罚教育的 而有方同学都会说 发言是可能反映了 学生自己的家庭问题 都禁止了自己的选择序人 就是等于限制了 他们表达自己的一个途径 其实我们两三方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学校应该关心学生 有方同学口中的关心是惩罚 而发是解决不了他自身任何的问题 他需要的是老师的辅导和开导 再者有方同学今天也说 发禁是可以放宽的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的选择 放冤的标准 如果要放到很宽 放到完全没有威嚇性的话 那就不要做发禁 叫做发型建议 所以有方同学自己心底里都知道 现在的发禁是不合时的 第二个问题 教育是什么呢 教育的意义就是给学生试和改 在中学中 老师应该引导学生的试试和改进 兼够阶值观 还将来大学社会 做出准备 就像有方同学这样说 一个同学演出一个很特别的头 受到狂人的光 怕被人霸历 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个时候 老师的角色更加要辅导他 再让他自己决定是要坚持 还是要花个没抢眼的本 在这个时候罚他 才会加重了他本身就大的心理压力 而老师更加不可以在他尝试之前 就禁止了他检一个自己的法刑 因为如果连他试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他很难地思考到这个法刑是代表了什么 又为什么要禁止他这样做 才会怨定免惯这个制定规则的人 再者 现在的教育趋势 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之后 那发禁这种惩罚 只靠禁的教育 又怎么可以符合到这个趋势呢 但事实就是法刑从来带给学生的 就只有妥协 根本就没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是何来的教育呢 第三个问题 年轻人需要什么呢 中学生处于一个青春的阶段 最需要的目的于发展身份认同 和国色独立自主 而法刑这种一刀成 说你错你就是错的规则 是和以上条件有冲突的 从发展身份认同方面来说 青少年处于一个建立身份认同的阶段 开始重用外表 他们会可能因为性别焦虑 家庭关系等等的问题 所以通过改变发言去展现自我 要发禁这种东西 就压制了他们这个表达自己身份认同的途径 最由追求自主方面来说 青少年看望独立自主 他们自己需要的教育 已经不是听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 而听完之后 有自己反思独立思考的空间 而当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行为有什么后果的时候 在不影响他人和严重伤害自身的条件之下 是应该拥有自己的选择和尝试的机会 所以众上所述在年轻人的需求层面上 发禁所束缺着的不止是学生的发型 更是我们的人生自由 我们自然自我的机会 不合情不合理和不合时意 最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中秋佳节 而我方都是一个中秋的愿望 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不用再像一个月饼都没有 连基本选择外言的权利都没有 而令我们可以踏破这个发禁的枷锁 这个发言的选择权 当分的人生自由 都是一个自然自我的机会 多谢大家 好 4分02秒 好 经过一场激烈的唇枪试剑之后 我估计一两分钟评判去看 就是整理完他的分子先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分子还有整体合作 可能变缘的分数各位评判都给了 那就差整体合作 是真的从他们内容 或者整个团队合作那里给分 另外当然再提提三位评判 就是要选出三位 你觉得今天表现教阶的边缘 可再独立评分的 可以根据他们台上发言的分数 亦都可以再参考他们答问题的环节 总之你选出三位 最出色的位你给30分 第二位20分 第三名的位给10分 其他的是不需要给分的 你只要给三位边缘的分数就行了 我估计一两分钟时间 双方整理一下 评判整理一下分子 评判整理一下分子 或者在这个电邮 或者你在这里的checkbox 就是说一声OK 都可以的了 而在这个过程一路进行的时候 我会按评判名单上的次序 邀请几位评判 给回一点点意见 今天双方的同学 好 我现在再次看看分子 好 我现在再次看看分子 看看先 好 先欣读一下 好 陈庆泽先生 欣读那个最佳辩论员 那里 麻烦你要填上去 好 那另外两位 好 好 那就可以了 多谢三位评判 我现在会下载分子 电邮给几位 现在我们先按评判名单上的次序 勒沙少远中文辩论队前副队长 陈涂禅先生 请你给一些意见 三方 好 各位大家好 先多谢赛会邀请 去到这场比赛 我首先就双方的主线或论点 给一点点的意见 就正方而言 我觉得今天正方的主线 有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正方的立场 是去到一个什么程度 正方会说不应该以貌取人 要独立思考 要性别平等 但其实如果正方的立场底下 其实任何过不过美 电不电法 长不长到 其实只要正方在正方的立场底下 只要整结就可以了 但整结这个程度去到哪里呢 是否就是长度 或者是电不电法 或者是发型的设计 是完全和整结是无关的 那同时间不说发型了 就是说如果可能化不化妆 戴不戴一些的 戴不戴耳环 擦指甲等等 在正方的立场底下 如果学校对于这些外表上 有任何的限制 那是否都是以貌取人 是否都是不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呢 如果正方在展述自己的论点的时候 可以说得清楚 到底正方对于学生的外表 或者是就着发型的议题上 那个立场或者那条界线去到哪里 那会对于你的立论更加有帮助 因为反方就是不断质疑 就是如果是性别问题 或者性别焦虑等等问题 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那这个可以是学校和家长 学生的协商 或者这个是罚则的严谨程度 或者是发禁的松紧程度的问题 并不是发禁的本质 所以如果正方的立场可以清楚一点 对于学校对学生的外表的要求 或者是发型的要求 是有更加清晰的界线的话 那对于你的立论是会更加帮助 只要反方 一开始的论点 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 比如反方第一个论点就是 其实发禁有一定的功能 比如就是当一些学生的发型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反映了学生 比如家庭等等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论点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到底其他人如何评价学校 或者其他人如何去评价学生的形象问题 那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 能够反映到学生背后的一些问题 那我有个疑问就是 到底发型是不是一个最佳反映的指标 如果学生本身有其他操行品德 或者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是不是需要 一定是摆在你自己的一开始的立论上呢 那可以有一个疑问在这里 至于其实我会觉得 反方有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自己的立场 比较一些据说服力 或者比较强的位置 是比较后期才会出现到的 比如就是反方一会说 我们其实这个标准是有讨论空间的 一个松紧程度的问题 那会不会就是反方主便一开始就 回应了就是 原来这个不是法禁本身本质的问题 而是可能是罚则 譬如政府说 我罚了他的医疗室症可以上网科 那这个不是法禁本身问题 这是罚则的问题 或者是那个松紧程度的问题 那条界线是哪里画的问题 所以如果反方可以将这个立场 在主便一开始比较清楚地展示的话 那对于你的立论也会有帮助 另外就是 其实正方不断地说 这个社会不应该教学生以貌取人 不应该要去以发型或者外表 去断定一个学生的品行 或者品格是什么程度 但其实反方不是说这件事 反方不是在支持你以貌取人 反方是在说社会上 学生在街坊怎么看 街坊看到你的发型是如何 而对于学生的形象 或者学校的形象 是有一个判断 所以这个不是说 学校应该如何教学生 去以貌取人的问题 而是说社会上 为什么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原因就是 社会上仍然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学校为了保护他们 或者为了去 要顾及到学校的形象 学生的形象 所以要因为这个社会封气下 而对于发型一定的限制 这个是反方的论点 反方不是在支持我们要透过发型 去决定一个学生的品行 而是看到社会上 可能依然你下街的时候 屋邨旁边的大人 或者其他社会上的人士 是会对于学校学生的外表 而有一定对于学校的形象 学生的形象 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有他们自己的评价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 为什么不合时宜的原因 而其实这个位置 是负面有提 但我觉得去到结辩 会是比较明显 所以结辩的说到 这个是执行手段问题 这个是松紧程度的问题 这个是别人怎么看学校的问题 这个是社会风气的问题 所以这些位置 我觉得反方都可以比较早的时候 能够展示得清楚 他对你的立论是有帮助的 其次就是说一些技巧上的事情 今天的比赛都有台上发问台下发问 我自己觉得有习惯 就是在发问的时候 尽量可以避免一些是非题 譬如反方第一票台上发问 就问是否要将所有的校规 将所有的限制都要废除 其实政府很简单 就是答不是 就是不是 当然他之后有解释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问题 要问得 就是不要让对面容易 一些是非的答案 就能够轻轻带过 这个是技巧上 还有别人问的问题 是要答的 就是要答案是对应回答案的 例如正方第一条台下发问 其实正方第一条台下发问 我没有听错的话 是反方第一个轮点 就是说当学生都没有选择的时候 那我们老师如何看得出 去透过发型所展现背后的问题 但是反方答这条台下发问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是回答这条问题 就是在说反方答这条问题的时候 就是回答过不过尾的问题 所以当你的答案是不对应问题 它对于分数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这是技巧上要注意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陈沙 然后根据那个评估名单 我认为正方能够有效的处理 就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看法似乎 和正方的看法有点不太相同 正方的看法大多数 可能是一种社会风气 追求一种价值 那类的 但是反方的看法就觉得 只要它能够有它的功能存在了 就已经是合同事了 其实按这个推论的话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它一定有它的功能存在到 就是它实行法禁的话 一定有它的某程度的功能存在 所以要有效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似乎是功能能够发挥有多少 以及背后的价值理念 如果有冲突或者有些不理想受 两者之间的比较 哪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价值存在 或者那个凌价性更重要 就是比重究竟是哪里呢? 我觉得反方提到这件事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政府如果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件事 可能会更好 这个是关于功能上等同持的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觉得 就是对象问题 就是校规的对象其实是哪个呢? 为什么这么想呢? 校规的对象应该是学生 一般这么想 而反方的看法就觉得 其实它也牵涉很多事情 因为很多持份者 就是家长、社会人士、一群人 那个受众应该是学生 但是那个施语者就似乎是群众 某个程度下 这件事就牵涉到 其实校规这件事 它应该要面向什么呢? 究竟我是不是就是面向学生也可以? 还是面向群众也可以? 就是要面向群众 因为它面对的压力那些 都可能来自其他 或者家长可以这样看的 社会可以这样压力的 就是究竟现在我们处理下规 这件事 或者是法禁 法禁是下规之一 这个整体看 究竟其实我们是面向什么呢?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可以清晰一点 或者这么说 如果反方觉得这件事是你的想法 我觉得可以一贯一点 或者可以是一致一点 就是这个面向下 再由这个面向再想多一步 就是关于这个办学团体 理念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不知道 接不接 就是办学团体 办一间学校 它对于学生的异用法式 有它一定的要求 而它这个要求背后 可能代表着某种的它的看法 这种看法 是不是一定有绝对的对语错之分 有时未必一定是绝对的对语错 就是当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想清楚 是否逢是有法禁某种坛 就一定是错的呢? 或者一定是不对的呢? 做了之后 是否一定是在违反 一些大家共同追求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件事 是正方当要处理的时候 是拿捏那个程度 和那个位置 应该去哪里来处理一下 第三件事 我觉得这些事情 我个人觉得差一点 未必是很同意的 就正方来说 有点就是那个执行问题 就是法感有时 比较难执行 因为因人的尺度都不同 如果是的 如果就好像用间尺的量度 就是1cm 2cm 可能会差一点 不过整体上 也未必一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进一步就是 就是那件事 比较难以执行 或者不是很能够有效执行 和正方所倡议的那种价值 就是要尊重他人 要性别平等 其实未必一定有很大的关联 而至于反方 我未必完全同意的 就是 你说不应该将成人的价值观 就放在儿童身上 其实某程度 如果你有没有法感 你都会将成人的价值观 放在儿童身上 因为大部分校规都不是学生设定的 大部分校规都不是学生有份参与的 所以当你说有个法感存在 就是给他某种限制 其实你在某程度 将这种价值观放在他身上 当你取消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 你都会将某种价值观 告诉学生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呢 我自己觉得未必一定可以这样去理解 有些地方 可能说话要小心一点 有时候可能冲海而出 例如 例如 譬如 譬如 法禁有没有绝对对 法禁可能是没有绝对对错 就是这些类似这样的 偶然一句过的句子 有时候会有人在想你的立场 觉得法禁是绝对性的 还是相对性的 这个观念法 又例如 譬如 又会提到 政官有时提到 他说 有害的东西是不是都要禁止 这些这么简单的句子 一般听上来就觉得 有害的东西应该要禁止 就是这样 纯粹的 这些可能只是 刚刚是一堆句子里面 这么过出来 不过某种这些句子出现 可能某程度在反映着 就是对自己的论点和掌握 某些位置是 单一点点都未定 这个就是小小的意见 我将时间交给主席 好 是 好 谢谢王老师 最后我们请陈庆泽先生 是宋基辩论局队员 谢谢 好 感谢这场比赛邀请我来做评判 也感谢今天对赛双方的 精彩准备和精彩表现 刚刚两位评判都針对着两边 已经给了很多的建议 我这里再说多一点 其实这场比赛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由一开始的 所谓对于法禁 学校到底应该怎么做 或者所谓的 对于教育的定义 学校教育的定义 和学校在现今社会 齐昌自由自主的这个风景 这个趋势下应该怎么做的争拗 到最后就是 到底法禁是要做了 这是我对这场比赛的评价 详细再说 集中以辩委上的表演 我觉得 从今天两边开出来的主线 先说 今天两边主辩开出来的主线 我们应该独立自主思考 应该有性别平等 不应该以貌取人 这些全部都 而法禁违反了这些东西 而反主开出来是 只要法禁 还有一定的功能 那么它就应该要存在 然后就提出了两个 他们认为 还存在的功能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有个思考 就是说 嗯 对于正方的思考 就是 那为什么 独立思考 和性别平等 这件事情 必然地要放在 不说中学 必然地要放在 中学的教育当中 变成一个 必然的 教育的思考 或者教育的方针 那不是说它不应该有 我不是说 香港中学 不应该将独立思考 放入教育课程 或者是性别平等 教育课程 而是说 在中学 这个环境下 法禁到底代表 在这两方面 做到的教育到底有多大 我就很期待 正方继续去讨论这两件事 然后听完反方主辩的时候 反方的定义 认为 只要它仍有时古小用 也不是不合时的 我就很好奇 它有什么用 针对你们反方 开出来的两个点 就是 反应学下立场 反应学同学自身背景的问题 或者对他们一定的保护作用 我听完之后觉得 很好 但是好像 都是没有很有力的位置 去帮你站得很硬 你这条主线 我就很期待 反方后再说些什么 这就是我带着两个期待 或者疑问 听下去 这场比赛 然后听台上发问 台上发问 开始听得出正方 第一条问题是 发禁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手段有问题 这是我听出来的 就是说 现在发禁这么紧 所以不行 松一点就叫做建议 所以就不存在 发禁应该出现的这件事情 我听出来的立场是这样 由正着日台商发问的 第一条问题开始我听 第一条问题是 发禁被人困在医疗室 是否代表品行更加重要 发贏 然后直到一副 听到双方的一副 我都开始 越来越听到大家 暗压的立场 就是自己想说的就是 正方很想说的就是 那种自由 还在前半场 就是那种所谓的自由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种事情 应该放回中学 社会上的一种自由 或者外貌的评价 或者限制 或者对于它的容许 应该都放在学校当中 而这件事情 反方也有去质疑 为何可以这样放呢 而正方其实 无论是一副 还是二副 甚至是后场 都没有给到一个很确实的答复 给反方或者是评观 就是 那的确实就是 那为什么 社会上的那套 所谓的法禁 就是 法禁的自由 为什么要放在中学当中 即使你所谓的 是独立私校 即使你所谓的 是性别评论 也好 那顺便 我听完你们正方主编的问题 就是 法禁到底是对于中学 独立私校的教育 或者性别评论 的教育 影响到有多大呢 而这些都是正方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解答 无论一副二副 接着反方一直说 由反一的三大层次 反二的后现代社会的那套 反理性反传统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场合 都要有这些余用的规限 其实也听得出 尝试都跳入 尤其是反应 也听得出 尝试都跟回正方说 社会没有这些余用限制 那就加余用限制 给他们听到 其实也看得出反方 尝试有跳入正方那里 是跟他们打的 但是 我会觉得更多 就是 但是反方 就好像一直 没有再去说 就是到底他还相传的功能 到底还影响到多少 就是今天反方 他开出来的论点 是说 点一是说 建立学校正面形象 反映和学自身背后的问题 例如家庭问题 然后 公众对于学校的观感 然后 对于学生的保护 但是 反而去到一二副 甚至在后面 或者说一副都好 其实都好像没有什么再在你们的论点上 再去深化或者着脈 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在那里想 是不是 因为你们自己都知道 就是 你们所谓的上传 还有小师的功用 其实 没有那么重要呢 我也带着这些疑问 然后 听到台下发问也好 郑杰也好 其实仿佛 好像 正反双方也好 都没有去 有力的回应 去解答到我听完双方的 辩论 发言之后 刚刚的那堆问题 所以 反而我更加深对于今天 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就是 大家很努力于 发禁这个字 应该说 大家很努力于尝试以手段 或者执行上的形式来定义 发禁这件事情 尤其是正方 就好像刚刚所说 就是捉得严的 罚得重的 就叫做发禁 罚得不重的 或者不罚的 就叫做建议 但是这个定义 是否真的可以这样定呢 或者反方和正方一直在争论的就是 到底发禁 到底反方和正方在争论的 是我自己觉得 是发禁的手段问题 所以其实是否代表 正方都已经认害了 发禁这套概念 在现今社会 或者现今中学之下 是合适的呢 所以 所以就带着 刚刚 台上一直听大家的表现 然后我又有了几个不疑问 再加上 到后场开始听出 好像大家只是针对发禁的手段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今天双方的表现都很细 大家的表现都是差不多 但是好像没有一个辩位是真的可以打破到 我在庆盘去听你们发言的时候 刚刚填身的问题 那些问题都是我认为 就是对于你可以否站住这条线 或者打得沉对面这条线 一些很关键的问题 而双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去提到 只是很困难与发禁手段的问题 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会比较可惜了一点 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 这场比赛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除了 可以再思考多些 就是根据你们的主线 就是我刚刚的几个疑问 到底发禁对于中学去教独立思考 或者教教性别定型 或性别平等的时候 的重要性是否真的这么大呢 大到他发禁存在 就代表违反了这些教育方针呢 还有 到底发禁在中学 还存在多少的用处 来令到他必须要继续 确定存在中学的校规底下 而不取消呢 还有 到底发禁的手段 是否真的放松 就等于建议 而不是发禁呢 这些问题 我觉得可以 双方在这场比赛完之后 都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下 这些问题 都是双方一些很关键 但是没有表现得很清楚 或者打得很深入的问题 所以在这场比赛 或者大家在分子上都看得出 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 双方都表现得很差不多 所以分子上会反映很多 我对于大家双方的评价 我的建议就是这么多 谢谢你 好 谢谢三位评判 我正式公布赛果 今天的赛果是一票对两票 所以是反方获胜的 而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结辩的陈以晴同学 恭喜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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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